楊大俊 編苦的酋 剛剛同學 再問說 Mesh Grid 到底是什麼東東啊 講到外面還是不知道這是什麼東東 那所以我現在就在這裡再講一遍 如果不懂的同學就趁現在趁快發問 Mesh Grid 就是你直接想 就是說產生一個矩陣 這個矩陣和這個矩陣 這個矩陣是格子點上面的 x 坐標 這個矩陣是格子點上面的 y 坐標 那你有 x 坐標和 y 坐標 你就可以算這個函數 直接算出來它的高度就出來 那我們來看這個圖 你就更容易了解 你看我這 x 坐標呢 我換更前一個例子可能更清楚一點 你看 x 是 3 4 5 6 但 3 4 5 6 只是一個向量啊 但是我要的是在格子點上面所有的 x 坐標 所以我就用 Mesh Grid 把只有 3 4 5 6 把它換成一個矩陣 在這矩陣裡面每一點都是那 x 坐標 那 y 也是一樣 所以你把 x x y y 把它畫出來呢 就會得到這樣的圖 有沒有這個坐標呢是 我跟妳講 x 坐標是 3 4 5 6 所以你看 x 坐標 3 4 5 6 在這裡 3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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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每一點高度都是那 x 坐標 那在這裡呢 每一點高度就是那 y 坐標 Y座標是56789 所以這一點的高度是56789 所以是56789 56789 56789 所以我要算 譬如說我要算 請問這一點的高度是多少 這一點的高度 我就來這裡看 X座標是多少 這是它的高度 就是它的X座標 Y座標是多少 在這裡 那我X座標 Y座標都會有了 我就直接把高度算出來 所以這Mesh Grid的作用 只是幫你產生一個 代表X座標的矩陣 和代表Y座標的矩陣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 來 這邊 有沒有還是覺得模模糊糊的地方 最後Z是相乘 我們在這個範例裡面是相乘 抱歉 錯掉了 是把它相乘 有沒有 把它點乘 XX點乘YY 就是每一點把它乘起來 就得到Z的座標 但這個當然只是相乘而已 下一個範例呢 各位可以看到 下一個範例就是這個曲面的範例 這個曲面的範例就比較複雜 有沒有 我產生 產生 X座標 產生Y座標之後 送到這裡面 我算是 X乘上 exponential -X squared -Y squared 這個就是比較複雜的函數 所以你知道你產生X座標 Y座標之後 你就可以送到你的函數裡面 不管你函數長什麼樣子 你知道那個函數的形式就可以帶進去 然後把它的高度算出來 這邊有沒有清楚 有沒有 還有問題的地方 有問題的同學 記得下一課 下課的時候 寫一張紙條給助教 助教幫我統計一下 到底有多少同學問了 有多少同學沒有問 下一次你給我點名單 就是給我沒有問同學 沒有發問的同學 我上課就可以問他們 但是下課時間 跑來前面問我的不算喔 要在這裡舉手問的才算 因為你這樣舉手問的 其實很多同學都有類似的問題 像剛剛就有兩位同學來問我 一模一樣的問題 所以你就直接上課舉手的時候就會 很多同學可能就期望你問同樣的問題 來 這邊還有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再回到剛剛講的 Greet Data 那個地方 Greet Data 呢 這裡也是一樣 我要產生我的 X 座標和 Y 座標 有沒有這個 capital X 大寫的 X 和大寫的 Y 就分別是我的 X 座標 這個作標點產生一個維度大小一樣的 Z 座標 分別代表 X 座標 Y 座標 H 只是畫出它的網狀圖 那這邊 plus 3 這邊是要畫出它原先點 有沒有 這邊都是向量 因為那點在哪個地方 把它打出來而已 所以這兩個是分別做不同的事情 如果是 XYZ 有Pix的話 然後它 XYZ 產生的Pix的話 不代表那個負散到三一間嗎 X Y Z Peix 是不是在負散到三一間嗎 X Y Z Peix 是不是在負散到三一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要算一下才知道 應該是 應該是你問的是這個問題嘛 就是它產生的這個 你說 不是 因為我們給它就已經在負散三中間了 丟進去它Pix的這個 X 座標 一定在負散三中間 對 對 然後它的 U 還有 column 都是 9 次 然後這樣的話還是要 它又是 9 次的話 然後上去 再講一遍 所以它的 應該是一個 49 次 對 對 49 次 49 橘陣 裡面怎樣 裡面長的橘陣這個橘陣 另外一個 這邊的橘陣 每個 X i 我們直接做一遍 我看看你的問題在哪裡 來 我們直接看一遍 我今天如果說 X Y Z 等於 Pix 它就會回傳給我它的 X X是一個 X 座標是一個矩陣 Y 也是一個 Y 座標也是一個矩陣 然後 Z 也是一個矩陣 代表它的高度 但是 如果是 但是 如果是 Z 等於 Pix 的話 然後它可能會是這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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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有沒有 看起來也是長的 是這個樣子 哪個是 60 因為我沒有 X 座標 Y 座標 是啊 但是它知道啊 因為很多事情 Mate Lab 幫你做很多事情 它會猜你在做什麼事情 如果 X 是一個向量 Y 是一個向量的話 它就假設每一點都是座標 然後就直接算它的 Z 字 如果 X 是一個座標 是一個矩陣 Y 也是一個矩陣 它就也是一樣每一點 抓對應的點 當作 X 座標 Y 座標 丟去裡面算 然後吐出來也是一個 同樣維度的 Z 的矩陣 至於說你說我直接 Z 等於 Pix 這個 Z 49 乘 從哪裡算出來的 你答一下 help Pix 它就會跟你講 因為它可能覺得那個東西不重要 所以它就直接吐出一個 Z 給你 它只是要吐出一個矩陣 讓你能夠畫出一個曲面出來而已 至於真正的 X 座標 到 Y 座標 到 它可能就不是那麼 care 所以我們再回到 好 這個範例還沒有問題 往下走 它這邊畫出三維立體繪圖的指令 這個網狀圖可以 mesh 可以 EZ Mesh 這個 EZ 前面加 EZ 的意思就是 Easy E-A-Z-Y 的意思 Easy Mesh 就是說你給我一個函數 我就直接幫你畫出來 你也不必在那邊取點 取得那麼辛苦 你給我函數的形式 我就幫你畫出來就對了 那這個它一樣有一個特性 在變化很大的地方 它會自動幫你喬說 哪個地方要緊密一點 哪個地方要鬆一點 所以網狀圖都是 Mesh 開頭 Easy 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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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asy Mesh C Mesh Z 等等 那區面圖都是 Surf Surf Easy Surf Surf C Easy Surf C 這個比較特別 Surf L 加上光源 這個我們待會後面還會再講到 那麼畫圖呢 畫曲線圖就可以用 Plot 或是 Easy Plot 那麼還有 Surface 還有 Line 這些東西就比較底層 我們可以暫時不用管它 那畫等高線後面還會再講到 那如果用影像的話 你可以用 P Color 來表示 這個我們後面還會再提到 所以我們剛剛講 Easy Mesh 和 Easy Surf 就是讓你很快的畫出一個圖出來 那譬如說你要畫這個圖 Sine X 除上 X 乘上 Sine Y 除上 Y 那你現在要知道說 Sine X 除以 X 會產生什麼樣的圖 Y 等於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圖 各位極限都學過嗎? 當 X B 近於 0 的時候 它的極限值是多少? 會 B 近於 1 因為當 X 很小的時候 Sine X 會接近 X 所以你把圖畫出來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在 0 的這一點 它的高度是 1 那其他值呢 它就會上下震盪 然後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這樣移動過去 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要畫的圖是把 Sine X 除以 X 再乘上 Sine Y 除以 Y 一乘上你會發覺 在中間圓點的值最高 那兩邊就想要震盪 一路震盪過去 然後這邊是把 X 先乘上 Y 再取 Sine 再除上 X 乘 Y 畫出來圖只要 Easy Surf 或 Easy Mach 去畫 你根本就不用管它怎麼取點 它就自動幫你找出一個大概範圍 然後把你直接畫出來 畫出來圖是長成這個樣子 很難想像 這個還可以想像 這個為什麼會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 各位要去想一下 為什麼看起來像一模一樣 上下 可能點太密了 因為 這個是有畫等高線在這裡 等高線在上面 所以畫出來圖就變得很難想像的圖 所以重點就是用 Easy Mesh 或是 Easy Surf 就可以讓你很快畫出一個你所要的曲面圖 當然你要知道它的函數的形式才有辦法畫出來 你如果不知道它的函數的形式 你就沒辦法用這種 Easy Mesh 或 Easy Surf 去畫 就像我們剛剛講說 你要內插 用 Grid Data 產生格子點 那是根據資料在畫圖 你就沒有辦法用 Easy Mesh 這類的指令來畫圖 好 這一題是比較重要 我們作業有一題要用到 作業不是這個 作業是下一個 所以有時候你畫的圖 你希望被蓋住的部分 你要能夠秀出來 但一個方式就是說 我被蓋住了 我可以去旋轉它 Mainable上面有一個旋轉的圖 是你點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旋轉 左右轉 上下轉 轉來轉去 就可以看到 用各個面向來看這個圖 但有時候你不想去轉它的話 你就直接下一個 Hidden Off 它就會把圖蓋住的地方 把你變成透明 譬如說這樣 會產生這樣的效果 在這個命令裡面 我們也是一樣 Pix 產生 XYZ Mesh 把它畫出來 Hidden Off 就把會蓋住的部分 把它變成透明 會蓋住別人的地方 把它變成透明 然後Axis Tight 跟前面一樣 只是要把圖放大跟圖粥黏在一起 所以就得到這樣的效果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後面的圖 後面的線 全部都看得到 因為它是半透明狀 那用這種用On Off 來切換的Command 還有很多種 像這個 Hidden On Hidden Off 這我們剛剛講的 還有 Box On 跟 Box Off 這樣畫進去 就可以把圖粥那個 Box拿掉 然後還有 Rotated 3D On 跟 Rotated 3D Off 以下一個 Rotated 3D On 那你就可以去旋轉那個圖 那你再下一個 Off 它就沒辦法旋轉 然後還有我們之前講的 Hold On 跟 Hold Off 就是保留那個圖 Hold On 你就是保留那個圖 然後一直蓋上去 Hold Off 就把前面的圖清掉 再畫新的圖 Rotated 3D On 這個我就不仔細講 各位可以直接試看看 那麼我們在設定 你把圖畫出來之後呢 Manif'會有一個預設角度 從一個角度 你想像這是一個三度空間圖 你要有一個角度去看那個圖 那預設值呢 你也可以把它改變它 那你要改變 你要注意到它有幾個參數 一個叫 Asimus 一個叫 Elevation Elevation 是仰角 提起來是 Asimus 我不曉得中文要怎麼翻 所以它基本上是從 Y 這是 X 軸在這裡 Y 軸在這裡 Y 軸的負方向 然後轉過來 這個角度叫 Asimus 然後它從水平面 往上拉高的角度 角度叫 Elevation 那我的觀測點 這是一個眼睛 眼睛就從這裡看下去 然後看到那個曲面圖 那我們可以試看看 譬如說 你看 Pix 把圖畫出來 我 Asimus 設成 0 就表示從負 Y 的這個角度去看它 然後 Elevation 設成負 30 度 表示說我是降到平面以下去看它 所以原先的 譬如說原先的圖是這個樣子 我本來是這樣子看 我轉到負外角度 然後再伸上去從下面去看它 所以得到的效果會是這個樣子 這個圖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當然這個你也可以就直接 這個圖就出來嘛 你點選這裡 這裡就是讓它旋轉的地方 點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去轉它 有沒有 那你可以把它翻上去從下面看 就可以轉成各個角度去看 但有時候你畫的圖 如果你不希望每次都要人去拉 多麻煩 你知道說這個角度最好 你就把角度寫到你的程式碼裡面 一 run 完 圖就出來了 這樣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作業會碰到的 其實應該是也蠻簡單的 就是一個圖畫出來之後 我要把它切掉一部分 要漏空 這部分我是要透空的 完全沒有東西在上面 我就直接把那一部分 你要切掉那一部分的 矩陣的數值呢 設成 n a n not a number 每次只要一碰到 n a n 它就不畫圖 它就不畫任何東西 讓你可能穿透看過去 所以譬如說 px 產生 x y z x 座標 y 座標和 z 座標它的高度 我把從 10 到 20 和 10 到 20 的部分 全部設成 n a n not a number 這個大寫 小寫都無所謂 它都認得 這時候你再把它畫出來 你就會發覺就會出現這樣的圖 被你切掉一塊 這塊被你切掉 切完之後你就可以看到裡面去了 裡面的那種反面的曲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有需要你就可以把它切掉一塊 然後直接看到裡面去 所以我們其中一個作業 今天晚上的作業就是 你要畫兩個球 同心球 畫完球之後把外面的球 漏空一部分讓你能看到裡面的球 用的就是這個方法 所以你要自己去找說 那個 n a n 到底放哪裡會比較好 然後才能讓你比較完整的 很明確的看到裡面還有一個球在裡面 如果 n a n 放 我們之前在瞄點做圖也是這樣 你只要一碰到 n a n 它就不會畫 那它的曲線就會斷掉 所以有時候你要顯示說 這個地方根本就沒有直 你就把那個直射成 n a n 它就會直接斷掉 那再從非 n a 的地方再繼續往下畫 好 這個 color bar 我們剛剛也講過 你可以先輸入 pix 再輸入 color bar 你可以知道說它的顏色對應的高度 在這裡也是對應到 8 在這裡也是對應到-6 所以 color bar 是一個很好用的指令 讓你立刻知道說它對應的數值 範圍大概在什麼地方 再過來我們要看怎麼樣控制區面的顏色 那講到顏色呢 我們就之前講過顏色有分什麼 RGB三種顏色 這個上一次都講過 那譬如說黑色的話 就是RGB三個分量都是0 0 0 白色就是111 在meta裡面就是 最小值是0 最大值是1 顏色呢 是用0和1的數值來表示 那像紅色 這不用講 黃色就是紅色加綠色 蒙紫色就是紅色加藍色 紅加藍就出現紫色 青藍色就是紅色加綠色等等 噴到像這個紅色或是碧綠色 它就會有不同的分量 會組成不同的顏色出來 那麼我們要畫一個圖出來呢 meta的顏色它有一個對照表 對照表叫做color map 比如說你直接跑這個comment color map 你設cm等於color map 它就會產生一個回傳一個矩陣 這個矩陣的大小是64乘3 64乘3是什麼意思呢 表示它有64種顏色 那每一個顏色都各有RGB三個分量 所以是每一個橫列就是一種顏色 那meta裡面要畫圖 就是用這預設的63種顏色來畫圖 那通常呢你要畫一個曲面呢 在畫的時候會把第一列的顏色 設定給曲面的最高點 把最後一列的顏色設定給曲面的最低點 那其他顏色就是用內插來決定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圖 有沒有 這就是一個color map 最上面這個對應到最高點 最下面這個對應到最低點 那麼改變顏色的對應表呢 可以得到不同曲面的顏色 比如說我把pix畫出來 但我把color map直接產生random number 亂產生一通 那請問它畫出來是什麼東西 它畫出來就是亂七八糟的東西 但是還有一個規則在 你看它的color map 這是一個64乘3的曲線 最高點對應到這裡 最低點對應到這裡 但中間就是亂七八糟 但至少同一種顏色 它對應到的 同一種高度 它對應到的顏色是接近的 像這邊有沒有 這邊高度都接近於0 那0大概就是這個顏色 這邊是沒有變的 這邊高度也是接近於0 所以大概是這個顏色 那其他稍微高一點的話 顏色就會亂跳 所以MateLab主要 要畫圖的時候 要控制它的顏色 就是根據這個color map來控制 但它現成 裡面現成有一些顏色 也是這樣讓你比較方便 能呈現一些圖出來 你如果打color map hsv 你就得到 我們剛剛畫那個pix的color bar 那個就是它的color map 你可以打hot,cool,summer,gray,copper,autumn等等 有的沒的 這個summer就代表夏天的顏色 有沒有winter winter代表冬天的顏色 spring代表春天 autumn代表秋天 秋天是什麼顏色呢 好,來看一下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顏色 pix,好,塗出來了 那接著我要打一個 把它拉小一點 colormap,autumn 這是秋天的顏色 落葉的顏色 好,夏天是什麼顏色 夏天的顏色 冬天呢 冬天呢 冬天的顏色 好,但這些只是為你方便而已 泵呢 泵是x光的顏色 有點像黑白 那 如果打gray 那就真的是黑白色 還有一種pism 就會出現這種 你把color bar 打出來 就知道它的對應關係 有沒有,現在 所以像這種color bar 你可以看到它的color bar 就是三個顏色 不只三個 pism是三菱鏡的意思 就是 就是 紅、塵、黃、綠、藍、電子 七個顏色 它才會一直換 所以就會出現這樣的效果 所以這就是 MateLab用來呈現 顏色的方式 完全 你可以根據高度 然後map到一個顏色 然後把它畫出來 好,這是color map 酷、涼、涼的顏色 上禮拜上課 我們應該用這個顏色 可能感覺會比較涼一點 這禮拜應該是用summer的顏色 因為天氣已經變涼了 好,你現在想控制它的顏色 可以嗎? 可以 我不想要用高度來當作它的顏色 我可以用第四個 我把service 打xyz 第四個argument 就來控制它的顏色 我可以算出它的gradient 用曲面的斜率來決定顏色 然後你把它畫出來 用color map 用hot 畫出來的結果 就像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是用gradient gradient是什麼東西呢? gradient就是它的 中文講叫t度 一個曲面的t度 就是它下降最快的方向 就是對x座標為分 對y座標為分 然後再算出一個值出來 代表它的 對x座標為分 對y座標為分 你就得到一個向量 那這個向量呢 你就可以算出它的長度 這個長度就是它的t度 當然在這裡怎麼算的 你們可能大概不需要 不必太知道細節 因為mative就是已經把你做掉了 就是在這裡 你看你直接下一個command gradient 它就把gradient算出來 再過來呢 是我可以用曲面的曲率來決定顏色 那曲率怎麼算呢? 用叫delta2 給我一個z 我就算delta2 算出它的曲面出來 算出來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你可以算出來 你可以看出來 曲率在這裡是比較小 在這裡反過來 往上凹的話 它曲率是比較大 只要碰到山谷的地方 曲率都比較大 所以這就是它的曲率 所以顏色會比較亮一點 但是顏色就會比較暗一點 所以這是用來控制曲面顏色的方法 剩下還有一些你可以用brighten 抱歉這個打錯了 brighten B-R-I-G-H-D-N 來使這個顏色對照表整個變亮 你可以用brighten 讓它變亮或是變暗等等都可以 這個細節我們就先跳過去 那麼我們剛剛講的顏色 叫做index color 所以index color就是 我要畫 我記不記得 你在畫那個曲面上 實際上是把一小塊 一小塊的磁磚疊上去 那磁磚上面的顏色呢 MateLab預設就是用磁磚的高度 來決定它的顏色 那根據它的高度 它可以找到對照表裡面的顏色 就把顏色畫上來 但是呢 我們可以這種決定顏色的方法 叫做index color 叫所影顏色 因為就是我上面曲面上 每一個方塊 叫對應到顏色對照表 然後才找出顏色出來 那一般來講呢 現在的電腦都非常快 顯示卡也是很厲害 那它都能夠支援 叫做24位元的全彩 那全彩意思就是說 我直接定義在上面 我每一點的顏色是多少 我就定義在上面 我不必指到一個顏色對照表 那這種東西 這種顯示顏色的方式叫做true color 真實的顏色 那像一般各位拍照 那個JPEG拍出來 那就是true color 那true color它通常佔掉的檔案 size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你可以想一下 上面有 譬如說一張照片 1024x768 現在也沒有這麼小的照片 那照片都大了不得了 都2000x3000之類 大了不得了 那每一點就是一個pixel 一個像素 那每一個pixel 你就assign一個顏色給它 那把整個顏色全部記錄下來 這種就叫做true color 好,我們來看 MateLab一樣可以畫出true color出來 true color的image 你只要把顏色給它就可以 像在這裡 我z先產生 它的長度 它的維度是50x50的一個 matrix 也是從pix這個函數產生出來的 接著我要assign它的顏色給它的時候 我顏色產生 改用random number來產生 然後我也不用color map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們之前 從最基本的開始講起 就是有所謂的 這個 向量 噴到一個向量 這是一個向量 這個樣子 或是噴到一個 這是一個航向量 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是一個列向量 然後噴到一個矩陣呢 矩陣我們就畫成這個樣子 那矩陣裡面 可以看成是好幾個航向量 這是一個航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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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二維的矩陣 這叫一維的向量 一維的向量 但是我也可以產生三維的陣列 你可以想像這是一片吐司 吐司 我可以把好幾片吐司疊起來 這一片吐司在這裡 我可以下面再疊一片吐司 再疊一片吐司 再疊一片吐司 這個我不太會畫 但是你可以想像 吐司一片一片把它疊起來 那這一片就是一個向量 就是一個矩陣 一片又是另外一個矩陣 那我這時候呢 我的顏色呢 我剛剛講過 顏色是RGB三種顏色 那RGB三種顏色 你這個產生的 這個Service呢 是50乘50 所以50乘50 上面就有2500點 每一點呢 就要assign一個顏色給它 所以每一點對應到一個RGB三個元素的向量 所以我怎麼assign呢 我就一片一片assign給它 譬如說 第一個有沒有C冒號冒號1 就是指的是我的第一片面包 就是代表我R的分量 所以這一片呢 我就叫做 C冒號冒號1 就表示我第一片全部在裡面 就想像說我們在二維空間的時候 第一直行 第一直行我們講A 這邊也是冒號冒號1 這指的是第一直行 那我們現在是冒號冒號1 指的是第一片面包 第一片矩陣 然後第二片呢 就變成C冒號2 這就是第二片 就這樣一片一片指定 所以我們這邊就指定了三片 三片吐司把它疊起來 那這個就代表我們的 顏色 用來指定顏色的陣列 所以我把顏色送進去 我就直接根據Z的高度 把Service畫出來 那上面顏色呢 根據這個C 上面每一點的RGB三個分量 然後把它畫出來 然後把它畫出來 所以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變成 變成這個樣子 根本完全亂七八糟 來 前面的B是 這寫錯 RGB 不錄 對 不錄 這邊寫錯了 RGB是不錄 好 回去改一下 所以你畫出來的圖呢 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子你就覺得 它根本就亂七八糟 真的是 真的是亂的東西 剛剛我們如果 用IndexColor 它的Color Map 是亂數產生的話 但至少是同一個高度的地方 它畫的顏色會同一種顏色 譬如說我們剛剛看 有沒有這一塊 是同一種顏色 這一塊是同一種顏色 但這裡是用TrueColor來畫 就真的是純粹的亂數 每一點通通是亂數 完全不看它的高度 這就是所謂的TrueColor 那它就會吃掉更多的Memory 來 這邊這個範例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後面講到影像的時候 還會講到說 不同的影像 你要表示影像也是一樣 有時候可以有IndexColor 就是直到一個顏色表 一個色盤矩陣 一個色表裡面去 然後還有一種叫TrueColor 各位一般拍照就是JPEG 這就是TrueColor 但TrueColor就會吃掉很多空間 如果要使表面的顏色 產生連續性的變化 可以用Shading 譬如說Shading Interp 這Interp是什麼呢 叫Interpolation Interpolation 事實上就是讓它內插 讓它變平滑化的意思 我們直接試一下看看 譬如說你打Pix 有沒有 就得到這樣的曲面 得到這樣的曲面以後 我希望 這個方塊 你可以想像這是很多個磁磚疊起來 我希望磁磚跟磁磚中間 它的變化是連續的 所以我就可以打 Interp 就得到這樣一個東西 但這圖事實上不是 用來觀察區面的高度 其實它不太容易觀察 我感覺這好像靈異的圖片飄在半空中的感覺 就是不是一個真實世界中的一個物件 所以你看的時候你會感覺 看不太算它區面的高度 另外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是可以 我們interp 這個shading 總共有三種 我們回到頭影片 照頭影片來 來看比較清楚 shading一種是interp 就是讓它產生連續性的變化 Flat 就是磁磚的顏色是單一的 就是一片磁磚我顏色是單一 但是我沒有那個線 旁邊那個線不見 幫它拿掉 Faceted 就是磁磚顏色是單一 然後磁磚的邊會用顏色畫出來 這就是預設的顏色 預設的設定 我們直接看一下 來試一下 我把這拉到旁邊 沒得擋住它 好 shadingFlat 所以你會很容易看出來 你這樣一旦打Flat的話 一塊塊磁磚你都看得到 有沒有 很明顯這裡一塊磁磚 在這裡 這裡有一塊 這裡有一塊 就是打Flat效果 讓它每一片磁磚 它的顏色都是單一的 而不會產生連續性的變化 而且它的編半拿掉了 那最後是一個 我打錯了 這個應該是打Faceted 這就回到預設的情況 預設就是每一塊磁磚顏色是一致的 沒有連續的變化 而且它有把它邊緣化出來 那最後呢 這裡有一個畫出來蠻漂亮的圖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畫出來這個pix是這個樣子 我先把它打成有光照 這是有光照的圖 Service ServePlat加個L L是light的意思 有光打上去 那光打上去 你要選擇對的ColorMap 不然你感覺不出來 所以我把ColorMap 改成Pink 這樣子的話 就比較符合連續變化的原則 然後最後呢 我再把 intub shading改成intub 就得到這樣的圖 你會覺得就跟原先差很多 這圖就真的好像一個很平滑的區面 然後有光從右上邊打上來的感覺 看起來可以就是做成一個好像 比較像真實世界中一塊 好像一個雕塑品一樣 還是一個籌段一樣 很光滑 所以這就是 各位看電腦儲學 常常在做就是這個事情 你要在做侏羅紀公園裡面 要照出一隻恐龍出來 你是要把點取得夠密 然後有光打上去 然後顏色要對 有光照的感覺 那出來就是一隻恐龍 那不然的話你如果沒做好 就像剛好秀那張圖 像阿飄一樣 那個根本不是真實世界中 會發生的一個景象 那這個就很像真實世界中的景象 當然這邊有很多細節 各位將來可以去修電腦圖學 Compute Graphics 那邊呢 就會講到很多這一方面的東西 因為不同的區面 會有不同的反射效果 你光打上去之後 如果是一個玻璃 它會透光 如果是一個平滑的區面 它會反射回來 像這個樣子反射回來 如果像這個黑板 它就不太會反射 所以各種物體的材質 它有不同的反射特性 那你光打上去的時候 要根據它的反射特性 來呈現它的感覺 那那邊就有很多計算的東西 在裡面 所以各位知道那個 各位做那什麼玩具總動員3 等等那些都要大量的電腦 很快速的計算 才能夠產生這樣的圖出來 才能夠產生這樣的圖出來 好 這一張應該就是最後頭影片了 好 結束了 有一點小問題 就是說 我發覺我這樣講實在太慢了 但是我要講太快 各位可能又聽不懂 所以我變成說 我今天本來是要講兩張 所以出了四題作業 結果現在只講一半 所以後面兩題作業沒辦法做 所以變成我待會兒回去要再想罵 再補一題還是怎麼樣 所以但是助教 你就說那個助教 那個題目是OK嗎 太難 助教說前面兩題 就讓各位整個晚上都耗在那裡 但我不知道是真的這麼難嗎 好啊 那既然助教這樣講 我們就聽助教的意見 好今天就兩題而已 那這兩題要提示一下 提示一下 第一題 我直接用講的 我先講第二題 可能各位做的時候 第二題比較簡單 第二題比較簡單 第二題你就要產生兩個同心球 一個球 小球 外面一個大球把它包起來 那你要在大球上面開個洞 讓你能看到裡面的小球 你這樣能把它畫出來就可以了 好 那有些現成卡面的沒有可以直接讓你畫球 或是把資料搜集過來讓你畫球 但是你知道嗎 某一部分射成NAN 那你要試一下 看哪個地方射成NAN比較好 或者是你不知道哪個地方射成NAN比較好 或者是你不知道哪個地方射成NAN比較好 你就隨便射一個NAN 然後把圖轉轉轉轉 轉一個地方給出去看 你看你看到裡面的球了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所以這是第二題 第一題是要產生涟漪的畫面 什麼叫涟漪呢 涟漪就是你拿一顆石頭 丟到我們的昆明湖裡面 一丟它就嗯嗯嗯嗯嗯嗯嗯 波形這樣一直盪樣開來 那就叫涟漪 那你可以直接在網路上 Google裡面找圖片 你打聯誼進去 你看你會找到什麼樣的圖 那你可以自己想像 聯誼長的到底是什麼樣子 但簡單講 聯誼就是一個球打進去 它上去就一直震嘛 然後那個波形就一直震開來 那就很像是我們的 很像是我們的這個圖形 很像是我剛剛講的這個圖形 Y等於SineX 乎上X 這個圖形呢是 哇拉不下來 給我按一下 這個圖形呢 我剛剛畫過 大概是長得是這個樣子 在X軸等於0的時候 它會是1 然後會這樣 這樣增大 你把這個東西呢 把它繞一圈掃一遍 就很像聯誼的圖了 這樣各位知道吧 那自己怎麼繞一圈掃一遍 就看各位怎麼繞 要一圈 可以用極座標來做會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這個是一個比較 比較簡單的做法 那各位去在Google裡面打聯誼可以找到圖 有的是那個圖形是這樣 一個水珠掉進去的時候還會回彈 彈回來一隻小嘴鼠在上面 那如果能把那小水珠畫出來那就更像了 小嘴鼠會彈上來 然後下面就是余波當亮一直盪出去 那有人打進去的時候 彈起來旁邊有五六個小嘴鼠繞一圈 看你有沒有辦法做出這樣的效果 那助教想辦法找幾個最好的 最像真實世界中的聯誼給我 那我下禮拜來秀一下 看他們畫出來圖是什麼樣子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題目很少只有兩題 所以希望各位畫出來聯誼很漂亮喔 不要畫出來很陽春的 一看就是真的還假的 看起來很阿飄 不是我想像中聯誼 要加上光照打上去 他用對的color map出來才會好看 各位回去要試一下看看 好 那我們上到這裡 有問題的同學可以留下來